想要自製動畫片可以重擊演單的定格動畫入手 先選好主題,接著畫出四個分鏡 再來就是人偶製作 把主角拆開就可以賦予動作 固定好相機,選一個自己習慣的攝影app 在祖孫共學的課堂上 以Stop Motion軟體拍下一張張纖維動作的照片 每次動一點,結束後串連起來 就是屬於自己的動畫創作 我們現在要切麵 切完麵後我們要洗菜 切完菜後我們要殺豬 現在我們終於要煮了 把醬油跟胡椒粉跟咖哩粉倒入鍋子裡 再來加入麵後開始爆炒 一夜好吃的咖哩炒麵終於完成了 超好吃的,參花椒又很大歲 一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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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在地美食 然後結合這個美術裡面的小朋友經過手繪 然後我們把這個手繪的職偶做成停格動畫 那小朋友完成動畫的時候 經過自己的錄音跟配樂 把自己跟長輩 不管是爺爺奶奶 這祖孫之間的這個聲音情感融入在這個作品當中 讓這個很綿密的情感可以經過我們這樣的創作 非常的有手感而且非常的有情感 而且小朋友的這個數位能力跟長輩的這個共同的學習 就是一個很棒的共學的機制 那長輩們的這個對於食物的智慧結晶呢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承傳給小朋友 我自己參加很多小學小學生的課外教學 但是呢我沒有像這一次一樣 這麼多的驚奇讓我驚喜年年 因為這是以前從沒嘗試過的 小孩子自己親身去寧劇本 然後去畫畫 然後再來製作這個動畫 效果他們就可以內畫 以後他們就知道了 學了一次以後他們就無限級的可以用 跟上時代潮流善用各式軟體 不管哪一個年齡層都可以創作出 專屬的記憶與記錄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